一群喝得烂醉的男人 毁了一间价值两个半亿的套房 不仅把房间搞得破破烂烂 还发现了一只老鬼 是的 就在那个厕所里 你能想象那种刺激和惊恐的感觉吗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爱德竟然发现自己少了一颗牙齿 他们的头脑一片混乱 却又充满了疯狂的回忆 就在三人回忆的工作 却听到房里传来婴儿的哭声 众人都懵乱 原来 为了庆祝好基友道格的婚礼 他们举办了一场单身派对 可当他们却发现 道格竟然不见了 他可是明天的新老 壁骨惊慌涌上心头 扎克四处寻找 连床垫都不翼而飞 他们匆匆出门 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 在餐厅 扎克发现了布莱德胳膊上留下的看病手怀 仿佛在告诉他们医院可能会有答案 他们充满期待地来到医院大楼下 爱德却发现 床垫竟然悬挂在一座雕像上 这是何等离奇的景象 就在他们纷纷讨论的时候 几辆警车突然停在他们面前 天啊 他们居然偷了一辆警车 想象一下那种被警察包围的紧张氛围 随后 三人来到医院 医生拿着片子跟他们解释 布莱德昨晚不仅撞到了头 还被人偷摸下了药 更让他们震惊地死 自己几人 居然是从婚礼赶过来的 难道是道格提前结婚了 他们心急如焚 立刻赶往教堂 而老板看见他们后高兴得不得了 告诉他们 昨晚埃德与一个不认识的舞女小美结婚了 他们甚至已经拍好了婚纱照 还定制了婚宴小礼品 埃德陷入了绝望和困惑之中 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个女朋友 而且他还是个职业女性 对他管得相当严格 埃德决定去找小美 试图与他离婚 几人刚上车 却看到迎面开了一辆车 两个壮汉一下车 开口就是像他们要人 众人一脸猛逼 都不明白这都发生了些啥 他们陷入了绝望的境界 他们的心情仿佛坐过山车般起伏不定 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情急之下 布莱德只能赶紧开车逃离现场 最终 他们根据线索找到了新娘小美和那个小宝宝 他们进入屋子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警察就破门而入 将他们逮捕 这几个男人昨晚喝高了 不仅开走一辆警车 甚至还偷了一只老虎 而且莫名其妙地跟别人结了婚 就连娃都有了 然而 还不等他们搞清楚状况 他们就被逮捕了 原因是偷了警车 不过好在布莱德比较机智 连忙告诉警察 想要做个交易 毕竟这是爆出去对谁都不好 警察沉思了会确实如此 虽然放过了他们 但是要求他们协助学生完成安全教育课 他们心情复杂 既是害怕又是松了口气 来到二手市场找到了汽车 刚开出去没多久 就听到后备箱传来异动的声音 他们心跳加速 紧张地下车查看 却意外地发现一个裸男跳出来 这可把他们吓坏了 男人拿着球杆就给每个人来了一下 依靠在车边休息的扎克突然想到 昨晚为了让大火玩得更疯狂一些 所以在酒里偷偷加了点亮 但没想到效果如此强烈 导致大家失去了记忆 艾德听后非常愤怒 好兄弟竟然给自己下药 难道真想变成好机有不成 毫无头绪的他们决定先返回酒店 然后再想办法 却没想到 房里面居有人正在唱歌 定睛一看 这不是泰森吗 泰森警告他们 如果不把老虎送回去 这就是后果 他们这才知道 那只老虎竟然是泰森的 为了不陪泰森练拳 几人可是费尽心机 偷偷给老虎的食物里面下蒙汉药 成功将老虎迷迷装上了车 千算万算没算到 蒙汉药剂量不够 老虎中途醒了过来 这可把几人魂都差点下了 连滚带爬地跑下车 好在距离不远 几人连忙推着车赶到了泰森 好在人家也不计较 他邀请他们看看昨晚的艰空 这几个男人喝高了 不仅偷了辆警车 还跟陌生人原地结婚 而且把人永迟当便吃 管事还要一顿嘲讽 临走的时候还顺手把人老虎牵走 这让几人都快扣出一栋别墅了 好在也成功得知 晚上道格还是跟他们在一块的 坐在车上正商量着对策时 一辆急驰而来的武林 直接就对着他们对了上 车上下来的人 正是之前被他们锁在后备箱的轮台 原来是昨晚喝高了的他们 不小心拿了黑老大的包 里面可是足足有250万每刀 黑老大告诉几人 他们的同伴道格在他手上 想要救回他就必须拿252.5万去赎人 他们奇怪为什么多出了2.5万 却被告知这是精神损失费 等老大离开后 几人急冲冲跑回酒店 可里里外外找了一拳 也没看到那个包 正当他们陷入绝境时 扎克找到了一本赌博秘籍 这顿时又给了他们希望 各自换上一身帅气的西装 前往拉斯维加斯 而依靠扎克那逆天的心算能力和团队合作 不久就赢得了大笔赌资 轻松达到了252.5万美元 这个胜利带给他们一丝光明 仿佛迎来了一个转机 第二天一大早 三人就将钱给了黑老大 黑帮老大履行诺言 释放了人质 然而当头靠被摘下时 他们才发现人质竟然是一个老黑 并不是自己等人要找的道德 他们的内心瞬间陷入混乱 原来就是他将假药卖给了扎克 通过与老黑的交谈得知 他们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情 似乎在最后 自己四个人曾经去过天台吹风 可能因为太冷所以带上了床垫 他们匆忙返回饭店 果然在天台找到了 即将被晒成人贡的道夫 他们再次重聚 充满喜悦 此时离婚离开始还有两个半小时 他们还有机会赶到 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紧迫感和希望 仿佛时间正在向他们催促 在离开之前 艾德与小美告别 并约定将来再会 他们的告别充满了深情和不舍 仿佛一段美好的时光即将结束 然后他们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终于在最后一刻成功赶到